下面呢要看这一节的第六个小问题 讲一下胶硫酸盐 胶硫酸及其盐 什么叫做胶硫酸呢 我们呢先用浓硫酸 吸收这个三氧化硫 逐渐的吸收三氧化硫和浓硫酸里面的少部分水就结合生成了硫酸 逐渐的吸收以后就可以得到存的这个硫酸 得到存硫酸以后 再继续的吸收三氧化硫 就可以得到发胶硫酸 那么发胶硫酸我们写分子氏的时候 或者说化学氏的时候又写成硫酸 加上X个三氧化硫 就是发胶硫酸化硫酸表示方法 X值不同表示它吸收这个三氧化硫值也是不一样的 在发胶硫酸里面 这里边当这个X值等于1的时候 上面这个化硫酸就可以写成氢2 硫2氧7这样一种形式 那么这种物质就称作胶硫酸 这是我们说的 胶硫酸它也称作一硫二硫酸 胶硫酸就相当于两个硫酸分子 硫一分子水而得到的 因此也称作一硫二硫酸 间联关系变化我们看一下 这是两个硫酸分子 分子间联关系 这两个硫酸分子中间脱去一分子水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间联关系 硫然后氧硫 那么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胶硫酸 一硫酸 二硫酸 胶硫酸炎它的制法呢 和我们前面讲的四价硫的含氧化合物里面 曾经讲了胶硫硫酸炎 这个制备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加热通过这个硫酸清炎进行脱水得到 但是这个脱水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胶硫酸炎它的脱水温度要比胶硫酸炎脱水温度要高 需要加强热才能生成 比如说这个硫酸清钠 我们呢 加强热就可以得到胶硫酸钠还有水 这是胶硫酸炎的制法 胶硫酸炎有什么特点呢 胶硫酸炎里面的胶硫酸钾 它可以和一些南溶的碱性的氧化物 矿物进行共融 这一共融的话 生成的产物是一些可溶性的盐类 比如说胶硫酸钾 它和呢 这个南溶的三氧化二铁矿 这是碱性的基础氧化物 然后呢 和这个矿去作用 共融的条件下 就能够得到硫酸铁 还有呢 硫酸钾 这两种硫酸炎都是可溶的 那么我们说它们可溶 本身这个三氧化二铁 这个矿是难溶的 你用一些酸二碱啊 很难把它溶解 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进行共融 然后得到可溶性的这个硫酸炎 比如我们说 最这个经典的 我们看一下三氧化二铝 都知道三氧化二铝 经过灼烧以后呢 它呢 既不容易酸 也不容易碱 所以你要想把这个三氧化二铝 融到水溶项 水溶液里边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胶硫酸钾的 这种作用 让它和胶硫酸钾进行共融 这一共融以后生成了可溶性的这个硫酸铝和硫酸钾 这样呢 就把这个南溶鱼酸碱还有水的三氧化二鱼把它呢 变到水箱里面去了 我们把这个胶硫酸钾的这种作用称作融矿作用 那它是可以溶解一些南溶的矿物质 所以叫做融矿作用 胶硫酸钾 它呢 和水作用 又可以重新的生成 硫酸青盐 就是胶硫酸钾 然后遇到水呢 又重新变成了这个硫酸青盐 它是由硫酸青盐 加强热脱水得到的 反过来 吸水呢 又重新变成了硫酸青盐 这一解的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都介绍完了 或者说 六价硫的含氧化合物 有的一些物质性质 就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些 那么这一解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讲 硫的其他氧化胎的含氧化合物 整个这个第七解 是硫的含氧化合物 我们从先讲四价硫的含氧化合物 之后讲六价的 讲完这两个以后 最常见的氧化胎 咱们再讲一些硫的 其他价态的含氧化合物 那么第一个 我们介绍一下硫带硫酸钾 硫酸分子中的一个双溅氧 被硫原子给代替以后 就可以生成硫带硫酸 这是硫酸分子 这里边 然后这个双溅氧 如果被一个硫原子给取代了 这里边这个双溅氧 被硫原子取代以后 得到这种物质 就称作硫带硫酸 硫带硫酸有什么性质呢 它不稳定 然后呢 遇到酸以后就马上分解了 所以呢 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有实际意义的 或者说能够稳定存在的是硫带硫酸的盐 它的钠盐 硫带硫酸钠 无水河的硫带硫酸钠 俗称大苏达 也叫做海波 那这个呢 才是真正有实际意义 能够稳定存在的 先看一下硫带硫酸钠 它的制备 怎么制备呢 把这个沸腾的亚硫酸钠溶液和硫粉混合 然后呢 这一反应就可以得到硫带硫酸钠 亚硫酸钠和单脂硫硫粉 然后呢 在沸腾的条件下 或者说呢 煮沸 然后呢 就可以得到硫带硫酸钠 这样一种物质 这整个反应里面 亚硫酸钠 这里边的硫是呢 是正四氧化胎 硫粉呢 单脂硫粉 氧化数呢 是零 生成的这个硫带硫酸钠 看一下氧化数呢 是正二氧化胎 算一下 所以呢 硫带硫酸钠 你就可以理解 这里边这两个硫 一个呢 是零价钠的 一个呢 是正四氧化胎的 最后 这个氧化数 是正二氧化胎的 可以这样去理解 后面呢 我们看到分解的时候 也会出现 氟氧化胎的 和正六氧化胎的 那这是我们说 如何去制备 这个硫带硫酸钠 用这个亚硫酸钠 和单脂硫去反应 但是真正的 实际生产过程中呢 很少用这两种物质去反应 一般使用原料 比较便宜的 硫化钠和碳酸钠 这二者按照物质量比 2比1的形式 配同溶液 之后往这个溶液里面 去通二氧化硫 这些物质呢 原料都比较便宜 这样一通以后 整个反应就变成谁呢 硫化钠和碳酸钠 然后通入二氧化硫 最后总反应就可以得到硫带硫酸钠 同时放出二氧化碳 这是我们说 实际生产中是用这样一个反应来制备的 下面看一下 硫带硫酸钠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前面说了硫带硫酸 它不稳定 很不稳定 或者说有实际意义的是这个硫带硫酸钠 硫带硫酸钠如果它遇到酸的时候 又变成了硫带硫酸 所以硫带硫酸不稳定就要发生分解 这一分解产物就得到了二氧化硫 单脂硫汉油水 硫带硫酸 这是它不稳定 分解 那么硫带硫酸钠 它具有还原性 这里边硫带硫酸钠 它和强氧化剂反应的时候 就可以被氧化 生成六价的硫 那这里面硫带硫酸钠 氧化数是正二 遇到强氧化剂 比如说氯气 它们二者一反应 就可以被氯气给氧化 得到六价的硫酸根 同时呢 氯气变成氯离子 它具有还原性 因为它是正二氧化剂 和强氧化剂去反应 那么硫带硫酸钠 最有实际意义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它和这个弱氧化剂 单脂点的反应 硫带硫酸钠 或者说硫带硫酸钠 它可以被单脂点给氧化 得到这样一个硫酸 硫酸钠 带有两个敷电荷 这样一个硫离子集团 它称作联氏硫酸针 同时呢 这个单脂点 变成了点离子 那么整个这个反应 间联关系 变化式一图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硫带硫酸针 这是一个硫带硫酸针 带有两个敷电荷 每个氧上带有一个 当这两个氧和 单脂点去反应的时候 单脂点就可以从这个 两个氧上把这个敷电荷夺过来 变成了两个点离子 变成两个点离子以后 看看啊 这里边这个氧就 还有一个单电子了 那么这个硫和硫之间 这个键就可以断开 这样呢 硫和硫之间就形成一个双键 这个断开了以后 那么这有一个单电子 这个电子都是断开了以后 这有个单电子 它们二子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硫硫的 共甲键 这样一反应以后 这电子被夺去 变成了双键氧 然后这里边 这个硫和硫直接又相连了 这一相连 这个产物是四个硫原子 直接联结在一起的 所以它称作联四硫酸针 产物 那么这里边加上钠 这个物质就变成钠二 然后硫四 硫四氧六 变成联四硫酸钠 硫四硫酸钠里边 这里边这个硫的氧化素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一计算 发现它等于2.5 这样一个值 硫带硫酸钠和单支点 这个反应 我们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在分析化学里面 这个反应可以用来定点 就是测定点的含量 好 这里边这个反应出现了一个联四硫酸 那我们呢 这里就把什么叫做联硫酸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一个分子中 乘酸元素的原子 它可能不止一个 而这些乘酸元素的这个原子呢 各个原子之间又直接相连的情况下 就把这种物质称作联某 联若干某酸 就是你可能联的不止一个 不止两个 比如我们说 这里边刚才遇到的这个联四硫酸根 这里边乘酸元素的原子是硫 这些硫原子呢 又直接的这样相连了 所以它称作联四硫酸 联若干某酸 联四硫酸 在这个联硫酸里面 还有联三硫酸 除了联四硫酸 还有联三硫酸 它也是联硫酸里面的一个成员 建联关系是这样的 枪积 然后硫硫硫硫 三个硫原子直接相连 这呢是端氧 它称作联三硫酸 那根据这个分子式 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联三硫酸里面 这个硫它的氧化数 多少 三分之十 这么多 怎么算 大家可以呢 很容易算到 这所有的联硫酸里面 不管你联几个硫它都有几个氧呢 六个氧 对吧 六个氧 氧化数是十二 然后这有两个带氢电荷的氢 所以呢 这个氢和氧 总共的氧化数是 负十 然后这里边 连几个硫 你下面就除一几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三分之十 那么连四硫酸里面就是 四分之十 这样2.5 氧化数 好 这里面呢 介绍一下连硫酸 咱们回来再看这个硫带硫酸 硫带硫酸 它的男容颜有哪些呢 白色的硫带硫酸银 是男容的 硫带硫酸铅呢 也是男容的 这两种硫带硫酸银 男容 那么这两种男容的硫带硫酸银 它又可以 那继续融到硫带硫酸里面 好 先看硫带硫酸 这两种硫带硫酸银 男容的 它有什么性质 这两种硫带硫酸银 它都不稳定 怎么不稳定呢 它可以进一步的分解 分解生成相应的硫化物 这些硫化物 硫化银 硫化钳 它们都是黑色的沉淀 因此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就可以观察到 你往里面 含有银粒子和钳粒子里面 一加这个硫带硫酸银 然后就可以得到 首先看到了两种白色的沉淀 放置一段时间以后 白色沉淀呢 就逐渐的转变 变成黑色的沉淀 那整个发生的反应 就是产物生成的硫带硫酸银 它不稳定 然后呢 要分解得到硫化银 还有硫酸 这个硫化银就是黑色的 硫带硫酸铅也是一样的 遇到水以后不稳定 时间一长 就要转变成黑色的硫化铅 那么对于这两个反应来讲 从这个氧化树上去看 这个产物里边 这个硫化物 这个硫是孵二氧化胎的 这个氧化 这个产物呢 硫酸 这个硫是正六氧化胎的 也就是说 这里边 硫带硫酸 眼里边 这个硫啊 两个硫 应该一个是正六氧化胎 一个是负二氧化胎 那究竟氧化胎是多少 我们不管 但整个这个负二和正六 它们一均正好是硫带 硫酸这里面 正二氧化胎的硫 负二和正六 平均一下也是正二 前面呢 我们讲硫 零氧化胎和正四氧化胎 这些呢 最后变成氧化素 也是正二 这样一个质 南融的这个硫带硫酸银 可以融于过量的硫带硫酸钠里边 生成配备化合物 整个反应 硫带硫酸银 遇到硫带硫酸钠 生成了这样一个硫带硫酸 和银 完了 酸钠 这样一种物质 这是配备化合物 这个反应 锈化银 这种物质 难融 我们说它呢 氨水 不能溶解这个锈化银 但是锈化银能够融于硫带硫酸钠 溶液里边 融于硫带硫酸钠以后 就生成了一种配离子 锈化银 整个反应 融于硫带硫酸根 生成了硫带硫酸和银 这样一种配离子 成时呢 还有锈离子 这样融解了 这个反应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反应是在以前这个洗项的时候 用定影液呀 去洗掉那个胶片上 魅感光的这个锈化银的这样一个反应 那现在的照片可能呢 都不采用这种老式的这个底板 是这样一种形式 那么呢 最开始在照片的时候 有这个底板的 有胶卷的那种 就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作用 硫带硫酸根可以作为落合剂 能够直接和银离子进行配位 银离子遇到硫带硫酸根 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硫带硫酸银的 硫带硫酸和银这样的配离子 所有形成这些硫带硫酸和银的 这些配位化合物啊 它们都不稳定 遇到酸的时候就要发生分解 这一分解就要可以得到 这种黑色的沉淀 硫化银 这是硫带硫酸银这样的配离子 硫带硫酸和银配离子 遇到酸以后就要发生分解 产物得到硫化银 然后呢 硫酸根 这个产物里面还会生成单脂硫 还有二氧化硫以及水 这个分解反应产物里面啊 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 肯定有黑色的硫化银生成 在这个分解反应里面 我们看一下 所有这些产物里边 硫化银这里边硫负二氧化素 这个硫酸根正六氧化素 这个硫呢 零氧化胎 这个二氧化硫正四氧化素 所有这些氧化素 最后平均得到的 都是这个硫带硫酸银里面正二氧化值 氧化素这样一个值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硫带硫酸银 它呢 是正二氧化素 或者说氧化素为正二的硫的含氧酸银 含氧化合物 那么下面呢 咱们来讲另外一个氧化胎的硫的含氧化合物 讲过二硫酸 机器银 什么叫做过二硫酸呢 有简单的一架先机 它呢 取代过氧化氢上面的一个氢原子 而得到这种酸 称作过酸 或者称作过某酸 比如说 由这个一架的流先机 就是说去掉一个这个腔机以后 这个一架的流先机 取代过氧化氢里面这个氢 得到这种物质 它就是过某酸 过硫酸 这个过硫酸里面 你可以算一下这个氧化素 是多少 那下面的什么呢 有两个简单的这个一架先机 去取代过氧化氢 两侧 这两个氢原子 而形成了过酸 称作过二某酸 比如说 这是过氧化氢里面 两个氢都被这个流先机 一架的这个先机 给取代了 这一取代 得到这种物质 称作过二硫酸 这里边 那么这个氧化素 是几啊 正七氧化胎 好 有了过二硫酸 它的这个定义 或者知道是过二 什么是过二硫酸以后 下边就来看看过二硫酸 机器盐的性质 过二硫酸 机器盐都具有很强的氧化性 这个氧化性有多强呢 可以从 这个电击反应式看到 过二硫酸 正七氧化胎的这个硫 它得电子 生成了硫酸 跟正六氧化胎的硫 这个电队 标准电击电视 是2.01伏 这个值啊 就比较高了 我们说呢 它的氧化性就比较强了 比我们苏之的这个高 蒙酸钾的氧化值呢 还要高一些 这个氧化性强体现在哪里呢 过二硫酸钾 它可以氧化单脂酮 生成硫酸酮和硫酸钾 从正七氧化胎 变成了正六氧化胎 我们说了 过二硫酸钾 它呢 是一种强氧化剂 它呢 可以在酸性的介质中 把二价的猛离子 给氧化 生成七价的高猛酸根 整个反应方程是 过二硫酸根 它呢 氧化二价猛离子 酸性条件下 这个反应一定要在加热 和有一价银离子 做催化剂的条件下 发生 生成了高猛酸根 然后硫酸根 还有氢离子 也就是说 在银的催化作用下 它可以把二价蒙 氧化到七价蒙 如果没有这个 一价银离子的催化的话 这个反应产物 经常要生成 这个二氧化蒙 可能得到是二氧化蒙 现在呢 我们讲了几种 能够把二价蒙 氧化到七价蒙 常用的氧化剂 都有哪些呢 我们说这里面学了 瓜尔硫酸 对吧 它可以去氧化 前面还有谁啊 二氧化钳 还有B酸钠 这都是常用的一些氧化剂 能够把二氧化蒙 能够把二价蒙 氧化到高猛酸根 这些常用的 当然后面 我们还会讲一些 不常用的氧化剂 它们也能够 完成这样一个反应 好 再来看 它们氧化性强 介绍这些 之后再来看 瓜尔硫酸盐 它呢 受热能够发生分解 分解的时候 要放出氧气 那瓜尔硫酸钾 受热分解 生成硫酸钾 三氧化硫 还有氧气 那这里边 受热分解的时候 七价硫 从氧上得电子 生成了六价的硫 同时呢 放出氧气 瓜尔硫酸 即其盐 或者说氧化素 为正7的硫的 含氧化合物 我们简单介绍这些 下面看第三种 讲联二氧硫酸钾 怎么得到 联二氧硫酸钾 这种物质呢 把氏粉加入到 氧硫酸氢钾 和氧硫酸的 混合溶液里面去 这一反应 就可以得到 这种物质 称作联二氧硫酸钾 整个反应方程式 氧硫酸 氢钾 还有氧硫酸 用氏粉去反应 生成的产物 钾二 硫二 氧四 它呢就是联二氧硫酸钾 另外一种产物 氧硫酸钾 还有水 联二氧硫酸钾 带有两个结晶素的 联二氧硫酸钾呢 称为保鲜粉 它还原性非常的强 为什么叫做保鲜粉呢 是因为它还原性很强 它呢可以把这个 一架铜 一架银 氧 单支点 这些氧化性 不是特别强的氧化剂 给还原 自身呢 变成四架的瘤 除此之外呢 它还能够被空气中的氧 给氧化 之所以叫做保鲜粉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还原性很强 如果你有一种物质 怕被空气中的氧 给氧化 你就要在这物质旁边 放一些这个 联二氧硫酸钾 或者说保鲜粉 这样呢 你仅存的这个容器里面的氧气 就和这个保鲜粉 首先要发生反应了 那你所要保护的那种物质 就不能够跟氧进行反应 因此呢 它也这么称作保鲜粉 保护其他物质不被氧化 联二氧硫酸钾 它那氧化分解反应 非常的剧烈 这一氧化 联二氧硫酸钾 氧化得到氧硫酸钾 二氧化硫 还有硫带硫酸钾 那么这里面 这个硫 我们可以算一下 它的氧化数是 正三 这一氧化得到 正四氧化数的硫 还有正二氧化胎的硫 正三 正四 然后正二这样一支 就是联二氧硫酸钾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这个硫元素 所有的一些性质 还有化合物 含氧化合物 都给大家讲完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